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心理假》节目非常幽默 您可以叫我们小默默 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逗你笑 我是宜燕 时代在发展 人们的生活条件是越来越棒了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两百多斤 是的 当吃饭不是问题的时候 很多吃货们都控制不住体重了 最近咱们中国的吃货们又可以骄傲了 我们的名菜黄门鸡米饭正是东路美国 还起了一个非常洋气的名字 黄门鸡米饭 收件的约是9.9美元 折合人民币62元一碗 吃过的美国人纷纷表示 好吃的爆炸呀 小小子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像极了我小时候第一次吃肯德鸡呢 同样 可能会爆炸的 还有下面的这位宝宝呢 奇葩大作战 台大往前爬吧 我们的未来就看你了 老爸 你玩够了吗 能把照药包弄下来了吗 妈妈不在家 爸爸怎么哄哄孩子喝牛奶呢 擦桌子也是有技巧的 小伙子 你这一段操作真是猛热火 然而工资不会只有2500万 乱操作 我指服下面一只老鼠 树哥 我错了 我走 战斗力虽然不如鼠 可说到撒娇卖萌 打妙可是专业的 让你们打麻将不配我玩 我躺在桌子中间 看你们怎么躺 还得为演出穿什么服装而发愁吗 还得为今年的衣服 明年就过时了 苦恼吗 永不过时的演出服 横空出世了 有线菜裙子 有形菜裙子 还有白菜裙子 好看又好吃 你值得拥有